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李毅日前回归戏剧圈,在八点当金家好媳妇客串演出一声,没想到一出场服他权限,让粉丝惊呆,事后他坦诚自己体重失控,恳请粉丝给他点时间,一定会来真的好好减肥,于是开始积极调整饮食并搭配运动,成功在一个月帅肉6.5公斤。 李毅前不久体重飙升,他透露其实是因为前阵子韧带断裂,大约半年的时间没办法运动,加上主持爱玩客吃便各地美食没忌口,导致胖到粉丝都快认不出来,还被网友耻笑,怎么比较像刘志汉为了学耻,李毅16日在脸书透露,经过一个月的饮食控制以及少量运动,成功减掉6.5公斤。 也感谢有好朋友为他量身打造的健康餐盒,仔细看餐盒中有水煮蛋,蔬菜及肉类,看起来十分丰富。 他说,我真心建议,有一餐吃得好,吃得饱,精神体力也会跟住好的。 李毅积极调整饮食并搭配运动,成功在一个月帅肉6.5公斤。 翻射自脸书,李毅日前客串金家好媳妇,爆肥模样让网友惊呆。 翻射自YouTube,李毅PO出好友为他量身打造的健康餐盒。 翻射自脸书。